乌克兰局势是当前国际社会最关心的问题 而中方已经多次阐明过我们的立场 我们始终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 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取直 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 表明主张 应该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 原因错综复杂 解决复杂问题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性 而不是火上浇油 激化矛盾 中方认为要化解当前的危机 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必须坚持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 照顾当事方的合理安全关切 必须坚持通过对话谈判 以和平方式解决证断 必须着眼地区长治久安 构建均衡 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当前国际社会应当聚焦 两大问题继续努力 第一要劝和促谈 中方在这方面 你做了一些工作 一直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 冲突发生第二天 习近平主席应约同普京总统通话的时候 就提出我们愿意看到 俄乌双方尽早和谈 普京总统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俄乌双方已经谈了两轮了 我们希望即将开启的第三轮谈判 能够取得新的进展 中方认为形势越紧 和谈越不能停止 分歧越大越需要坐下来谈判 中方愿意继续为劝和促谈 发挥建设性作用 也愿意在需要的时候 同国际社会一道 开展必要的斡旋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 防止出现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 中方愿就此提出六点倡议 一是人道主义行动 必须遵守中立公正原则 防止将人道问题政治化 二是全面关注乌克兰的流离失所者 帮助他们得到妥善的安置 三是要切实保护平民 防止乌克兰境内出现次生的人道灾害 四是保障人道就业活动顺利安全展开 包括提供快速安全 无障碍的人道主义准入 五是要确保在乌克兰外国人的安全 允许他们从乌克兰安全离开 并为他们回国提供帮助 六是支持联合国在对乌克兰人道援助方面 发挥协调作用 支持联合国乌克兰危机协调员的工作 中方愿为克服人道主义危机 继继继续做出自己的努力 我也在此宣布 中国红知识会将尽快向乌克兰 提供一批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